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南京市中医院内科杨晴 欢迎杨生 大家好 我来自南京市中医院护理部郭秀军 欢迎几位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 这真的是一派江南的感觉 因为各位的身材非常的婀娜 然后整个人的精神 气质 都能够让我们看得出来江南美女的风格 就像从画卷当中走出来的一样 古有江南四大才子 今有南京中医院四大美女天团 当然这是我们非常著名的 有经验的医学专家了 今天咱们要跟大家说 如何让女人变得越来越美 首先咱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四位专家的这个容颜 气质 都能够体现出女人的美 女性的美 先让大家来猜一猜吧 虽然说女人的年龄是个秘密 但是大家先猜猜 各位的平均年龄 我猜 会到多少 我说别生气 说实话 三十八岁 平均年龄 对啊 那你干脆说我们十八岁好了 那四十岁 这样吧 直接透露给大家 我们几位来自于南京市中医院的 美女专家团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二岁 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们也已经都是年过半百了 为您这么一说的话 我们的年龄就越大了 但是其实从每个人的容颜上来看的话 要比实际年龄真的小了很多 我们今天要把更多的让女性变得美丽的秘诀 传递给大家 让我们更多的女性都能够变得健康起来 漂亮起来 好吗 待会要第一向各位请教了 辛苦几件都做 张主任首先请教一下您吧 中医认为女性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算为美 说到这个美啊 其实我们认为呢 美是由泪而外产生的 所谓的向由新生 说的呢就是一个人用容颜的亮丽 是和她身体内部有着健康的体魄 同时呢也拥有阳光 积极和向上的心态 那只有身心健康才能够活力四色 当然容颜也就很亮丽了 我们也都想讨教讨教 如何让我们自己变得更自信更美丽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秘诀呢 谈到女人的美丽啊 我觉得第一要点就是要养气血 养 对 要靠养来达到美丽的目的 第一步就是要强调养气血 为什么养气血对于一个女性美丽而言这么重要呢 因为气是人体生命的根本啊 而血呢 它是构成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那么我们的皇帝内经上呢 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人之所有者 血与气而 怎么解释呢 中医认为呀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告诉我们 气它具有引领统蒜和推动血型的作用 那么血呢是具有乳氧滋润和灌溉我们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对于我们女性来讲 为什么说养气血就特别的重要呢 我刚刚再三提到 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们女性啊 有一些身份量有什么爱他们的艺人性的故事呢 用力量有引领统带身产 秦恋身产 由于在精带胎产的过程当中啊 会消耗大量的气血 那势必就会带来 气血的亏虚 我们说一个女性 漂不漂亮 气血充不充盈 可能首先就会体现在 我们的肤色上 对 那时医生 您是皮肤科的专家了 您怎么看 当我们的就是外在的表现 出现哪些改变的时候 其实也是需要 来养一养气血了 是的 我作为一个皮肤科医生 在我眼里 需要养气血的 妇女的一些症状 你看大屏幕 气血不足的外在表现 首先表现在面色上面 它会是面色无滑 无观测 而且面色苍白 这是一个气血 不能乳养皮肤的一种表现 那么还有就是 年纪大的人 气血比较亏虚了 它会出现一些 皮肤失去乳养 表现的是干燥 红斑 甚至搔痒 起皮血 脑爪也会起皮血 那么由于气血不足 造成局部有气质血淤的现象 那么它会就有可能有色斑 并且色斑或者比较重的一些表现 法为血之鱼 如果要是你气血亏虚 你头发就是失去了乳养 那你失去乳养 头发的表现是什么呢 那么枯环细 并且还落发 所以我说出现了这种症状了以后 就表现气血亏虚的状态 是需要调补气血了 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 我们的这个小苏教授啊 因为我知道张教授上我们的节目 已经很多次了 就是我们俩在这跟张教授合作 第四次录制了 所以每次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我们家邻居的阿姨们 就会过来敲我的门 说大测能不能拜托你问问张教授 他作为我们的同龄人 他怎么保养呢 你看人家的容颜亮丽 思维敏捷 气质 关键看气质 说您就别讲别人了 您就讲讲您自己的 这个养生和养气血的秘诀 就够我们受用了 主要看气质 你看张教授今天多配合我们 说明我们是很心有灵犀的 对吧 但是气质的气 你看气质里面不有这个气字吗 也是需要养的吧 是的 那我呢 养气血呢 也有一个秘诀 今天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 今天带来小法宝了 对 锦囊 好漂亮啊 锦囊妙记 那大家看一看啊 这就是我养气血的秘诀 就装在这个小小的袋子里 这里是由无限级健康食品 国家冠名 由沙普艾斯科月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那大家看一看啊 这就是我养气血的秘诀 就装在这个小小的袋子里 那么这个袋子里呢 对 这个袋子里呢 装有我们五种中药 这五种中药呢 也是从我们的中医经典名字 五子眼中丸 化财而来的 我是取了五子眼中丸里面的药 再结合我们妇科临床的一些特点 女性想要美颜的这样的一些特质 组成了一个叫五子助颜茶 您说的五子就五种子吗 中药 对 这五种中药呢 都是植物的总人组成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伤圣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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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呢 小小的密密麻麻的 黄棕色的呢 叫兔丝籽 这个比较陌生啊 再看看还有啊 这个呢 我们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 小姐是吧 我们观众朋友们也都会知道 这个就是狗旗籽 还有呢 三个了 四个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妇科临床 经常用到的一味药 也是滋补肝肾 非常有效的 叫铝蒸籽 哦 都带籽 还有呢 还有最后一位啊 这个 这个叫 富盆籽 哦 这挺受过的 真的是有五个带籽的 中小药 这五种药物啊 都是植物的总人组成的 那么它们呢 是性贫偏温一些 而且呢 胃厚 植润 它既可以滋补 甘肾 阴血 而且呢 它又蕴含有 生生之气 又有 益气 温阳的作用 这五种药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以滋补甘肾 阴血 同时又能够 补气 温阳 补肾阳 所以呢 对女子来说 想美丽 就要补气血 想要气血好 那就要滋补甘肾 您看您的秘诀啊 这个 首先咱听得懂了 这个身体当中的 气和血 对于滋养我们的容颜 和脏腑特别重要 对 可是您偏偏把这个 补气血呢 落在了肝肾上 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中医里认为啊 肝 肠 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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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为先天之本 而女子 又是以肝 为先天的 肝和肾 本身 也是母子关系 所以要想养好气血的话 这个脏腑 咱们就得调一调肾 再养一养肝 是的 怪不得您选的这个无子 就又能补气血 又能够滋补肝肾 这个就补到根上去了 对的 那小林想不想知道怎么做 我就特想 刚才问啊 说这五个子 您刚才拿了那个香包 装在一起 所以我们每天别在身上 带着呢 还是要吃呢 还是要喝呢 子你不知道吗 葵花子 炒着吃 我刚刚是为了 向大测显示一下 我的锦囊妙记 现在呢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呢 我们也把这五种籽 装在盆子里了 给大家看一看 枸杞子 双胜子 铝针子 兔丝子 覆盆子 那就用这五籽 来助盐 所以我取名叫 五籽助盐茶 五味中药啊 可以各取三克 加水煮了以后啊 开始代茶饮 那么由于这五味中药啊 它都是植物的总人 如果你直接冲泡的话呢 它的这个有效成分 不容易出来 那我的建议呢 就是可以先加水 把它煮沸十分钟左右 然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饮服了 过后呢 可以反复冲泡 然后再继续饮服 这个可以给大家 保留一段时间 您可以拿手机拍照 或者是拿笔呢 直接记录下来 我们在现场呢 已经提前给大家 泡制好了 来 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 大厕 你确定你要喝吗 男性也确实可以喝的 你要确定 喝完 先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 奶妹 想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 好甜 这里面是放糖了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枸杞子啊 本身是酸肝化阴的 它本身就带有一些 酸酸甜甜的味道 其实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 我们也是喜欢喝一些 甜甜的呀 酸酸这样口味的代茶饮 总比那些喝药汤要强多了 是的呀 刚才咱们是从这个 滋补肝肾的角度呢 帮女性来调养气血 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美丽 那想请教一下养医生 您是内科的医生啊 从您这个角度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养气血呢 您的秘诀是什么 我们讲养气血自然也离不开 对脾胃的这种呵护 调脾胃 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就是一个很根本 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那么我们后天的话 主要靠胃的这个 腐蜀受纳这个水骨 然后脾经过蕴化 把其中的精微 然后丧疏到心肺 然后再肃部的全身 各个胀气来营养各个胀气 那我们在这个 颈略全书当中 就有这样一番话 脾气为万物之源 胃气为养生之王 那么就是说脾胃 应该是后天的一个 养生的根本 但是好像现代人啊 真的有很多这个白领 属于脾胃不好的 就是他一天都不知道饿 然后吃什么东西也不香 然后所以总吃一些 特别辣的东西来刺激自己 否则就吃不下饭 那您自己作为一个 这个中医 有什么保养自己脾胃的秘诀吗 我小时候啊 一直就偏瘦弱的那种 就是食欲不太好 就像你刚才讲的那样 不太吃饭 然后人也偏瘦 上高中也就八十斤左右吧 那时候学习压力也很大 要考大学 好心哦 考大学 那时候考大学好累啊 然后晚上总是打瞌睡 一吃过晚饭我就开始打瞌睡 然后精力不足 然后自然啊 这种成绩也是受影响的 那么工作以后 然后我结婚以后啊 我婆婆家他们是一个南方人 他们就有这个冬令滋补的 这种习惯啊 一到冬天的时候 就要吃一些滋补身体的东西 有的时候做一些小糕点啊 后来就每年都会养成这种习惯 经常吃 年连这样 那么就后来啊 逐渐逐渐感觉到人的精神也好了 气色也比原来也好了 然后再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疲劳了啊 就是吃点心就能够把自己的脾胃吃好了 然后就会让我们变漂亮了 对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也带来了今天 来 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小点心 对 这就是一个 我们做的南方做的一个糕点一样的 叫做芝麻 核桃 红枣 糕 这个是您婆婆传下来的方法吗 对 她经常会做 我们不光是每家 可能很多家有时候 可能做的方法有点不同 但是基本是相似的 那咱们来给大家 杨教授带来的是婆婆亲自从家里做好的 真的 南京带来的 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什么 物源糕 是不是就那个感觉 这个不是 就是我们南方的一种糕 给媳妇吃的 做起来很简单 我就一个问题 杨教授 您婆婆还缺肝儿子吗 可以考虑说一个 待会我们分享给厂上的观众朋友们 这个其实看起来蛮眼熟的 我们在药店里 有的看到就是买来的这些东西之后 加工成这样的 也有卖那个袋装现成的 对对对 这个就好像是叫芝麻糕 或者叫核桃糕 对 有点像 还有叫雇原糕 鳄椒糕的都有 就是我们南方应该讲 它是一种糕点 这个糕点补养脾胃 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红枣 我们红枣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是一个补养脾胃的盛品 这是很重要的 金元寺大家 李宗元也曾经说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红枣温宜补脾胸不足 甘以缓阴血 就是说它不但可以 温造补脾 而且还以甘缓阴血 那么就是说它可以 就是合阴阳 调阴味 深精液 就是可以都可以补 不管补气 还可以补阴血 那么它是一个 补气血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家品 同时的话 我们再加上我们的核桃 芝麻是补干 但是鹅胶补血 那么四路一起用 那么就可以了 气血 双肚 健脾一顺 那当然是可以延缓 衰老 让大致越来越年轻 杨教授我想问一下 我在这里边真的吃到了 这个红枣的这种香味 独特的香气 特别甜 这个红枣 您刚才也讲了 对脾胃特别有好处 除了红枣之外呢 我们有供给侧改革嘛 我们能不能多增加点 我们的供给 除了红枣之外 还有哪些东西 对于这个脾胃更好 除了红枣 我们说我们还有 药是同源的三药 我们三药可以健脾 补肾 而且还可以止蟹 我们如果有腹蟹的 脾肾双窥的人 我们可以用三药 还有蚁人米 也是我们平时经常用的 它可以健脾化湿 对这种湿重的人 甚至皮肤科的毛病 我们都可以用 它也可以健脾化湿 还有橙皮 橙皮的话 我们是健脾离气 而且有造湿化痰的作用 它偏于温造 通过橙皮的 这种造湿的信用 就可以减少脾的湿气 而提振我们脾胃的功能 可以延缓衰老 让大脂越来越年轻 我觉得这两个搭配绝了 你知道下午茶 可以吃一个这个芝麻糕 然后再喝这个五子柱颜茶 绝配 我觉得你喝完之后 吃完之后气色都好了 真的吗 快给我一个客气 脸上都开始冒红 衣服都变红了 我跟你说 就你这样的吃货 你不胖才怪呢 两位教授虽然说得都非常好 但是我提出一个小好的疑问 现代人都缺少运动料 这一块吃下去 虽然我很喜欢我要打包 但是我跟你讲 不能多吃 能量太大了 这里面 那不都吃胖了吗 除了吃之外 还有哪些方法 可以让我们运动起来 也能够让我们调理气血 运动呢 其实也是 养气血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我们说运动呢 中医认为 动则养生 那么养气生了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气血 血脉就畅通了 你看我们有很多一些人 运动以后 他面蓬润 精神换发 那么有一些人 他喜欢宅在家里 那么他天天对着电脑 又不愿意动 那面色是无华的 甚至精气神也不够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做久了 这个肢体还会发麻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也会出现 但是我们活动一下 肢体以后啊 你就会发现 哎 好了 我们的气血变旺盛了 然后我的麻也解决了 所以说啊 这个动呢 就能提高我们的阳气 使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啊 更加充沛 也可以使我们体内的这个血啊 血脉运行得更加畅通 所以说这个补养气血啊 我们刚才教授们说的 调理脾胃啊 养护甘肾啊 其实这些方法呢 平时我都会去做一点 就比如说吃红枣 我比较喜欢生吃 那么还可以喝一点那个枸杞茶啊 以及这些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 就是这边我们补的同时 还要通过运动调动我们的气血 其实把吃进过多的东西 给它消耗进去 对对对 但是你看其实运动有很多种啊 什么有氧运动 无氧运动 什么跑步 跳绳 游泳 等等等等 那对于我们特别想补这个气和血的 女性朋友来说 哪一种运动是最合适的 对于女性来说呢 这种运动最好 无氧气血的方式 应当是选择一些柔性的运动 瑜伽 对 瑜伽 还有我们普拉提 或者是太极拳 八弹颈 那么这些柔性的运动啊 它的好处呢 是动作比较温和 它可以通过我们关节的这种伸展 使我们的身体的柔韧度增加 可以使我们僵硬的一些肌肉啊 我们肢体的气血 更加畅通 那么选择的方式呢 对于我们女性来说 所以那种过度的运动啊 来说呢 对于气血啊 不是太有好处的 应该说是柔性的是最好的 那我们要想让自己更加漂亮呢 就得恰当的补适量的运动 那这方面呢 郭医生是有自己独到的经验的 我们辛苦郭医生一步到何嘉博士那边 交给大家几招 好不好 这里是由无限级健康食品 独家冠名由沙普艾斯特约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好的 欢迎郭主任 我带来了三节操 就是来淘养我们的气血 让我们更加精力显得充沛 那这三节是哪三节呢 第一个是头颈部的 一节操 第二节操呢 是我们活动上支的 还有一节操呢 是我们下支的 也就是分部未来 那这样咱们电视界的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就跟着郭主任 一起来学习这三节 调气血的这个保健操 那请您交给我们吧 好的 我们先说这个头颈部的 我们的第一节操呢 是活动我们的头颈部 吸气 呼气 头转向左侧 慢慢转向左侧 好 吸气回正 呼气转向右侧 慢慢的啊 慢慢的啊 慢慢转向右侧 好 吸气回正 好 我们再做一遍啊 吸气 呼气慢慢的转向 左侧头颈 然后吸气回正 呼气转向右侧 吸气回正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也是呼吸啊 那么我们也是转动头颈部 跟刚才不太一样 就是要侧头啊 我们先来 吸气 吸气时啊 头就 左耳贴近左肩 呼气回正 哎 我这样偏头的时候 觉得这个脖子的两侧 是有一个 两侧有一个牵拉的感觉 对 尽可能的 用最大的这牵拉动作 呼气回正 然后呢 吸气 在左耳贴近左肩 牵拉右侧的颈部 我们呼气回正 吸气 牵拉左侧的颈部 肌肉 但是我们的肩部要放松 我们大家要注意啊 肩部放松 好 呼气回 肩膀不能跟着弹 对对对 肩膀 伸着也不能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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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气回正 这是我们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呢 我们把前面两个呢 结合起来 就是要颈部啊 要选 慢慢地转动啊 脚略微分开 吸气时 头向后仰 尽力地往后仰 呼气的时候呢 好 慢慢转到 转到左侧 左侧以后 然后我们呼气的时候 头低下 下额贴近你的 锁骨 慢慢转向右侧 然后再吸气向后仰 好 呼气的时候 转转转到左侧 然后我们再低头啊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旋转 我觉得这个动作做完了之后 感觉特别是这个脖子啊 还有包括肩膀都感觉很舒服啊 神清气爽的感觉 是的 是的 那这个就是起到了调理气血的作用了 调理我们颈部的气血 我们中医认为啊 这个头呢 为猪羊之慧 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这个羊筋啊 最后都会汇集到我们的百慧靴上 所以调整头部 头颈部 这是第一步 对对对 我们赶快学习下一步 我觉得这个操的效果真是太好了 好的 第二个是上肢 对的 活动上肢 我们双腿打开 以肩同宽 调整呼吸以后 我们先伸出双手啊 向前啊 手心向上 然后我们把大拇指紧紧地包在 四个手指内 我们再活动 这个手腕啊 那么手腕的时候 从外向内啊 大臂不要动啊 由外转动您的手腕 对动作可以慢一点 跟着我们的呼吸慢慢地走 这样子向内呢 旋转 就是尽量保持胳膊 对 不动 不动 只是手腕在转动 手腕在转动 肩部不能紧张 好 再由内向外旋转 您感觉到手腕是不是感觉到很酸呢 对 有一点 特别是这个前臂的部位啊 有一点酸酸的感觉了 好 我们的双手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这样转动 也是我们用手腕来转动 我们的前臂 由内向外 就是曲肘 然后转动肘关节 就是保持我们的肩关节是稳定的 对 然后转动我们的肘关节 对 您看这样子转动 嗯 好 再由内向外 嗯 现在呢 我的感觉是这个 肩部 我的这个上臂 有一点紧张了 对吧 您的肩部可以放松 肩部放松 而且我们的手腕 最好是从自己的两侧 往上转动 哦 就是更贴近于自己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 哦 明白 更贴近于这样 对 就是尽量让这个转动在一个平面里 对 那您感觉到 做完这个操啊 嗯 是不是感觉到你的肩部和手腕 对对对 都有一点酸脏的感觉吧 就是特别是这个肩膀前面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这时放松放松 怎么放松呢 就这样轻轻的 轻轻抖一抖 是不是觉得 气血畅通了 对 上肢的手臂上 我们有三阳筋和三阴筋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三阳筋三阳筋的活动了 那么是 可我们使上肢的气血啊 更加畅通了 明白了 而且我觉得这种对一些老年人 特别是肩膀不太好的老年人 这样的活动一下 其实很有好处的 下面是第三步啊 下肢的气血 气血平衡槽 下肢气血平衡槽 我们双手啊 握拳 握拳 放在两侧 然后我们是左右腿呢 分别去做啊 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吸气的时候呢 抬右腿 抬右腿 然后迈出一大步 两 不用弯曲 我们的膝关节都是分直的 保直 然后我们呼气的时候呢 我们的右膝关节和左膝关节同时下蹲 但是我们的注意 右膝关节不要超过您的右脚尖 哦 明白了 感觉到了吗 就是哦 往前 往前 往前一点 但是你的膝关节不能超过你的右脚尖 明白 您感觉左腿 对 是不是下蹲 您要再往下蹲一下 是这个左腿 大腿的这个前部啊 是吧 非常的酸 对 你的小腿 左侧 小腿也是 如果第一次坐的人稍微可以抬高啊身体 好 我们呼气回正 哇 我觉得您您说起来还是谈笑风生的 我这个动作做起来这个腿太紧张了 左腿啊 我们吸气 抬左腿 迈出一步 向前迈出一大步 好 呼气时 我们同时下蹲 左膝关节 不要超过您的左脚尖 右脚不要贴近地面 好 我这个后面的这条腿都在发抖 我的右腿 好 后气回正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呢 左右腿交替 可以反复做六到八次 那么这个动作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下肢的三阴筋和三阳筋啊 通过我们的肢体的活动以后啊 它能使促进我们的气血 更加畅通 所以说这个下肢的气血平衡 也有助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的平衡 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教过我们的这三个动作啊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动作幅度不是特别的大 老年人做起来呢 量力而行 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效果还是真的很显著 我现在就感觉 做了两个下蹲之后啊 这个腿感觉 好像就要比刚才轻快一些了 对 初次做的时候呢 就不要强求你的动作特别到位 要注意不要扭伤了 对 其实这个保护也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 所以呢 我觉得 郭主任今天跟我们设计的这个调气血的这个操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观众朋友呢 在家里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做起来啊 对 谢谢郭主任 谢谢你 好 谢谢啊 这些呢 都是让我们女性变得越来越漂亮的办法 总的来说呀 要想养生 要想让自己能够发生一些改变的话 这些做法一定要坚持下来 那接下来咱们得问问史医生啊 您是皮肤科的专家 其实我们其实最直接感受到女性是否漂亮 就是看这张脸 那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 为了养气血 我们在皮肤方面应该做什么样的功课呢 事实上前面所讲皮肥功能条理都是对的 可是我们在养气血当中还非要注意的是防外邪 防外邪是我们养气血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什么叫防外邪 你看我们的皮肤 它的主要的功能 它是屏障功能 它是我们人身体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 它就是任务就是屏障 抵御外界邪气对我们占气的一个损伤 但是如果你气血出现了虚弱的状态的时候 那么气血一虚弱 我们的大门不行 屏障功能差了 我们中医所讲的六营之邪 就是分寒 处食 造火 六营之邪就会通过我们虚弱的这个屏障 侵犯到我们的身体内部 损伤了我们的占气 占气一损伤就导致了气血更虚弱了 因此我们认为 就是如果要是想你的气血万胜 还要注重防外血 那您说其实像我们生活在北方 我们应该注意这六血当中的哪个血气呢 特别是这个季节 我觉得特别干 然后这个风特别大 而且有时候天气忽冷忽热 你还容易热的时候脱掉棉衣或者是厚一点的衣服 特别容易着凉 风邪 风邪是最重要的 风邪是阻春天之气的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预防的是风邪 那么我们这个季节是春天 大家容易去塌青 在我们南京这个时候有一种疾病 叫桃花险就容易病人就比较多了 就像过敏了之后 脸上会起小红疹 是的 因为在这季节他喜欢塌青出去 出去以后不注意去防风 风也会带走我们的水风 而水风营养我们的滋润着我们的皮肤 失去了水风的皮肤表现是什么 红斑 搔痒 甚至起皮屑 所以我们讲这叫桃花险 你看别人都走桃花陨 咱们就走桃花险 真是 这个区别好大呀 但是你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 我虽然不长桃花险 但是也是干干的很难受 嘴唇一般都爆皮 然后你说你大小伙子吧 涂一圈大猪油膏 那也难看 你被偷吃去了呢 同时也推荐说你擦点什么保湿水 保湿霜啊 我哪有那个时间 也没那个钱 有什么其他的招可以让我们 达到保湿的效果 然后也不用抹那些容易过敏的东西 事实上啊 我们平时要注意保护 用一点一点的时间 也完全可以去做到的 我的皮肤就比较干燥 那么上班也工作非常的忙 基本上是没有时间 是坐下来去做某种护理的 可是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我就够了 我喜欢去拿一个水杯 里面倒上很多的热水 然后利用它的蒸气来熏蒸脸上 把脸上补住一点水分 那熏蒸过以后 那十分钟五分钟到十分钟就够了 然后把水分擦进 擦一点保湿乳就行 你这样一说的话 这个方法真的太经济实惠了 就这么简单吗 是的 就是一个美容仪 它所要 从熏蒸来的热气 然后补充一个水分 而且这也可以 它的温度也可以促进 我们面部的血液循环 那你说家里面有时候 还有那个加湿器 也会有那个水蒸气出来 那个行吗 加湿器不行 为什么呢 它喷出来的水分 它没有温度 我们有一定的温度 它就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可是还有一种皮肤 容易过敏的皮肤 就是我们张教授 他就不适合用热水来熏蒸 那怎么办呢 对 像这样的情况呢 我每到春天的时候 就会去找我们石教授求救 为什么呢 因为在桃花显发作的时候 如果你再用热水来熏蒸的时候 因为桃花显局部的皮肤 是冲血的 是有一点热性的炎症的 如果再用的热水来熏蒸 它就加重了炎症 更痒了 对 会加重病情 那这会儿呢 我们就会去做一个冷敷 身上冷敷也很简单 我们拿冷开水就行 或者生理盐水也行 拿我们平时所用一次性的化妆棉 暂时的这个水 敷在脸上就行了 温度一定要稍微低一些 严重冷 我们会用在冰箱中 拿水来非常冷的水 它请做一个 请做一个清热收湿的作用 还有帮助消炎 让它的充血的症状 得到最好的缓解 其实您刚才提到 到了这个季节 尤其是要想让自己的皮肤状态特别好 就得抵抗外邪了 除了有这种物理的 护理的办法之外 咱们再请教一下郭医生 您是做这个护理专业的 您有什么好办法 让我们皮肤能够抵抗外邪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办法 就是面部的按摩法 银香穴 银糖穴 太阳穴 地肠穴 这几个穴位 跟肺和我们的大肠有关系 为什么 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理 肺主皮毛 大肠的功能是分歧密拙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刺激这样几个穴位 我们的气血就旺盛 可以抵抗外邪 那么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 确实效果不错 怎么做呢 跟你一块来学习一下 好的好的 双手合掌摩擦至热以后 大家摩擦十几下 然后从我们的面部 我们大屏上有面部的穴位 从我们的这个银香穴开始 鼻翼两侧 鼻翼的两侧 鼻翼两侧 用食指 从鼻根部 从鼻翼的两侧的这个银香穴 轻轻往上推 推到我们的樱堂穴 大家看到了吗 樱堂穴 中间 中间啊 两枚中间的樱堂穴 然后再推上至 我们的额头发地处的时候 我们的双手 将面部额头的皮肤 向两侧按摩 推至我们的太阳穴 太阳穴找到了吗 嗯 轻揉两下 轻揉两下 然后我们再顺势向面侠布 然后内旋 转打两个圈 打圈 完了以后 找到我们的嘴角旁的地仓穴 向上提轻揉 嘴角的边上 嘴角的边上 地仓穴 地仓 这样一个穴位 轻轻的 我看到个别的 太重了 手法太重了 要轻轻的 然后再往上提 回到我们的 刚才的鼻翼两旁的银香穴 然后这样一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反复 一次呢 做 每天可以做几次 每次呢 做 做五到六次 你会感觉到我们面部 比较 气血 旺盛 畅通了 嗯 那么接下来 还可以再做第二个 简单的动作 也是双手合掌 然后我们的 这个摩擦 摩擦过后呢 我们用食指 和中指 分别 夹住我们的 左右两耳 然后上下 上下摩擦 大家看到了吗 食指放耳朵后面 对对对 中指放耳朵前面 这样 要贴近耳根 贴近耳前和耳根部 上下摩擦 它这个耳朵的这个穴位啊 我们全身的穴位呢 在耳部都有反应的 那我们摩擦以后 顺势用大拇指和食指 提拉 轻轻提拉我们的耳尖 大家感觉到了吗 轻轻的提拉 不是往外脆 是向上提拉 对 提拉力 两下以后 我们再按摩 致我们的耳垂